大家好 马齿馅是一种营养非常丰富的野菜 民间有春吃季菜 夏吃马齿馅的说法 但是 似乎马齿馅也不是那么容易生长的 它需要一定的环境温度 湿度 等等 今年我们这里气候非常反常 持续高温少雨 炎热干燥 菜园里大部分的蔬菜长得都不好 但是 红线菜依旧泛滥 马齿馅跟风而来 无论是后院的菜地里 还是露台上种植桶里 都能看到马齿馅的身影 陆下一来已经拔了好几波了 它们还在茁壮的生长 这块地是蒜和毛豆交叉种植地 蒜拔了之后种的萝卜 但是 看不到萝卜叶的身影 现在只能看到红线菜和马齿馅了 这么多的马齿馅 我们一时也吃不完 又不能让它在菜地里任意生长 怎么办呢 于是就想到了 把马齿馅晒干保存起来 首先把马齿馅的根部剪掉 不要 然后清洗干净 煮一大锅开水 加一茶食盐 将马齿馅快速穿烫30秒至1分钟 没有必要煮的时间太长 穿烫的作用第一 去除草酸 第二 穿烫过的马齿馅变软 晒干后不容易破碎 如果不穿烫 直接晾晒 马齿馅晾干后 就会变成一团碎渣的 不要问我是怎么知道的 就这样盖上沙罩 在太阳下晾晒两天就好了 吃之前呢 用温水 把干马齿馅浸泡至软 冬天蔬菜勺的时候呢 用干马齿馅做蒸肉 或者是做大包子 味道都不错的 两大盘子的马齿馅晾干了 只剩下这么一点点 装了两个小塑料袋 放到冰箱的冷冻室 或者冷藏室保存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谢谢观看 再见